高興的 而港隊贏過後出線機會是很高的 去到你腳軟 怕尾 臨場所有球票都賣光 有五千人入場 亦都有南韓球迷 今場比禮拜三主要是日本團隊的4100多 香港球迷先贏一獎 投底就踢完才贏賣 南韓只是派出當地的月祖仔來香港 港隊憑著陳偉豪自經國球在21分鐘停入 下開紀錄 各球成為香港的上半場入球的推進器 9分鐘後開個短的 黃展鴻拉回後全中 結果是入爲 2比0 雖然之後被對方追回一顆 仍然能夠領先著快放更易失 仍然是要隔硬批評香港隊 只是因為對方不是南韓一線隊才贏得 未免對為我們奮戰的球員吳公平 他們努力的意義遠超賽果本身 夠勤力的陳少奇搶回 再加給徐德瑞四入3比1 曾經在網上看過有人嘲笑香港甲組 連南韓一月祖都不如證實了 不是啦 陳少奇在81分鐘自己都入上球 踢完今場就要去英超熱切市分 一路上高 香港贏4比1 賽前有預測說廣舉贏方的機會不高 這次真是創造全奇一刻 蓬蓬同,又有好笑 詹文,好多沒有聽過香港足球隊 這麼厲害的電視南韓 還要這麼清楚的贏4比1 那南韓是否沒有派一線的球員 5,000個球迷獲狼 陳夏威報道 白三的南韓由月祖聯賽的球員組成 講句靠兩個角球就早早確保了優勢 才是陳偉豪頂入 轉客之用短角球戰術 又得黃展鴻斬馬去套入 拉開比數到兩球 這些南韓的實力和一線隊有很大差距 但是永不放棄的鬥志 仍然在他們身上找得到 臨願半搶高文奇追近一點 扔手榴彈的前鋒陳少奇 踢完這場就在英超球隊業次接受訓練 東亞運未必要靠一班隊友努力 門將姜誠一敢送禮給陳少奇 他都沒有貪工 送給徐德瑞入3比1 當然要齊齊慶祝 賽前廣國要帶領港隊贏球和自己入球 陳少奇兩樣都做得到 支柄長傳放了整班南韓後衛食塵 再送入幕 星期六可以開開心心出發去英國 講到最終贏4比1都慶祝當然還有他們 一旦贏的開心 這邊的南韓購米亦都收火 有線電視記者陳漢威那裡 每排四強國家隊已局數3比0擊敗香港 深色三格國家隊已強震出擊 雙分割實力有一段差距 港隊抵擋不到黃一梅等國家隊成員夠強攻 國家隊已截落三局 25比9、25比12和25比10贏出 比同日本爭金牌 港隊在同排賽會對南韓 而足球項目 香港創出在綜合性運動域的最好成績 盡力四強 雖然在小組最後一場 以0比1輸出給國家隊 但仍然以B組的手名出線 預設紅衣的香港會放水 製造賽果輸2比5比國家隊 而夾手夾腳趕南韓出局的陰謀論者 論掉不成立也都看小班運動員 看得出兩隊每次都去中 贏球、輸球、出線並出局 在體育精神四字前面 通通都是小事一中 港隊在上半場被高敵近門四入落後 香港即使輸球但失少過三球 都肯定可以提1-0中級 對入球的需求沒有國家隊那麼急切 而在主力前鋒陳紹琦 去到英超二次跟蹤決陣下 港隊具威脅的埋亂不算太多 國家隊以23歲以下的國務隊參賽 結果威脅失敗分組出局 遇到倫敦路運時有得鬥 看來仍需斷練 賽事去到尾段有些少火藥味 在第一輪的時候 香港贏南韓4比1 而國家隊輸0比3比南韓 現在香港輸0比1 只能夠說一句 足球不是計數計出來 而是踢一場算一場 兩隊不理外界的猜測全力作賽 賽後有花滴為友 是崇高體育精神的最佳演繹 6000名球迷與中見證 香港足第一次晉級 綜合運動會的四強 B組的最後排名 三隊同樣是一勝一負 計算得失球 香港和南韓獲得四強席位 香港會和A組第二名的北韓爭決賽拳 四強開始 疑似大球場 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謙報道 看看今期六合賽 中亞運焦點之一 中港足球大戰 雖然香港以0比1輸給中國 但仍然和南韓首出勝 林普斯報道 中港大戰小西灣幾好氣氛 爭入四強紅衣的香港 數字就異計 和都行 不像國家隊那麼複雜 可以簡單一點 最少數4比0就一定點 24分鐘隨著一次角球 那道儲光照了出來 高敵門前食精到力 這支是強心針夠不夠力 就看下去 球勝心見到的 港隊血肉長城守住 最後還有葉鴻輝守住大門 這邊香港同樣以死球戰術 製造驚險鏡頭 前鋒陳少奇去了二次跟蹤 無份參與 兩隊賽前貿會拼盡 總有人不相信 換邊後中國繼續搶攻 但莫講說要大炒相 入第二球都有難度 又或者可以讚 反對守得穩 至於攻勢 就打破素揚一點 中國期待再入球的畫面 的確出不了 不過是炸烏力 中國維持贏1比0 都不夠數出線 將所有陰謀論打破 B組三隊各贏一場 同樣得3分 計得失球差 中國隊負二 眼白白看著港隊和南韓 齊齊出線 四強二師大球場 首名晉級的香港 迎戰北韓 有線意思的謝林 好師傅到 東亞運有其他賽果 待會的東亞運快訊會再看看 東亞運的足球四強賽 香港和北韓 踢到加時 錯和1比1 會射12碼 港隊贏了4比2 歷史性打入綜合運動會的決賽 終於和日本爭金牌 溫進網報導 穿紅衫的港隊 開球採取主動 多次壓上前進攻 但是朝鵬飛沿前失機 恐到離航未立 北韓上半場縮得比較後 這下遠射算是最近棒 港島踢到43分鐘有斬獲 陳偉豪接英哥球 壓贏對方頂入 港島半場迎先一球 北韓換邊之後 節奏明顯加快 多了趕迫 趨勝慢踢過門將 只是差點運氣 中處而入 之後翠敏豪在禁區外射 只是緊緊高出 大難不死的港隊 不見任何後福 葉鴻輝這下撲夠 贏盡掌聲的同時 博光榮的頭脫就好像一盆冷水 照頭淋 北韓在84分鐘攀併 兩隊踢加時仍然未分勝負 要射12馬 港隊在頭四輪全部入賽 北韓就射失兩球 其中一球由葉鴻輝撲出 港隊要射12馬 贏4比2 香港足球隊有史以來 首次鎮新綜合運動會的決賽 要和日本爭金牌 香港足球隊創造歷史 踢入金牙雲決賽 法定的時間被北韓迫和1比1 還有加時仍未分勝負 要射12馬 香港就贏4比2 首次在大型運動會 撞銀亡金 陳坤傑報導 區域和香港球員 在大型運動會四場出現 已經是歷史了 想到用什麼辦法再進一步呢 黃展榮後章交到牽涉力 實力不足 吸引不夠高 炒盤飛 啊 效果不錯 不如以歌歌制對方體力不足 好 踢到44分鐘 國球開速 紅衣升起 頂入的是陳偉口 頂進行後賞得手根底事業 又頂到人先一口 進程點養吧 一於養過入決賽 身機著色賽 有幾個朋友 竟然展現差點走 港島就有行政長官曾蔭拳來撐腰 支持支持 換邊的對方半單刀葉鴻輝 和陳美豪都化解不到 正有門儲 由分組賽大勝南韓開始 港島一路令對手失望 為香港球員大為驚喜 但當北韓只用壓迫性核拳 港島變成失望一隊 後備進去的托公龍 V身頂入 差6分鐘就完場 港島都顏不到 被追成1比1 要加時 這個時候 北韓球員的速度和體力大炮用場 而港島繼續靠死球 徐德帥直射 不要以為差很遠 對方門將失位 全遇見 最好以後射12馬 下射4輪就分勝負了 諾陽耀聰 陳美豪和李芝霧都入 先有李鋼學育 再有全光一炒糕 最後阮建文射入 為港島12馬人4比2 入決賽 鬥全球的關 看星期六到日本 香港可不可以再創造 全其為一刻 有線紙記者請請見 長波有近1萬人入場 有人稱讚港島踢得好 有球迷多年沒看多 到專程去見證歷史一刻 林普斯報道 支持港島路 區域怎麼少得 要有氣勢喊出來 多個努力 吉祥仔風仔都準備 兩隻手都沒有停手 這場四強大戰 球迷看得很肉緊 行政長官曾蔭權 都有入場看球 特首都有 備而止 拿相機來 長波不僅只有香港粉絲 對手都有 幾夠勇氣 幾夠勇氣 他們的職員看得很肉品 主隊球迷見細星不對 都緊張 頂住 全場最好氣氛 當然是去到射12碼的時候 有 騙心就一定 對手入 或者不入 情緒就差得很遠 最終香港贏球 球迷收貨 表現很好 投手都很穩陣 打得很好 開賽初段到有很多攻勢 他們的末段 雖然氣力不計 但球員鬥志可嘉 所以值得贏 這場 香港技術得非常之好 啊 啊 不會在公國幾十年 你們看過 國際的事情 有線電視記者 林寶詩給你 我們就是在公國的 一位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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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中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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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